耶~~我的訂閱馬虎史啦~~ 嘿嘿嘿~~ 馬虎史來了~~ 馬虎史了~~ 嘿!我是逆逆大熊Marchbear 今天上面戴的這個呢 是阿萱他去日本 那個哥吉拉的專賣店 然後買的 這一個帽子好像是什麼 摩斯拉的又重新戴的帽子 超可愛的 然後故意把前面這一戳留下來 就感覺很像是摩斯拉在吐司的樣子 今天要來分享的東西呢 是阿萱幫我從日本 特地帶回來的東西 而且好處是 他沒有跟我收代購費 真是好朋友 所以等一下可能會讓他出現一下 哈哈哈哈 又要出賣他了 東西非常的多 那我已經把一部分的藥裝都已經拿起來了 因為如果 藥裝開箱的話 我覺得我可能會被抓走 因為有買了一些藥裝 嗯 也沒有買超量啦 可是我不知道說網路上 能不能開箱這些藥裝類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先不開藥裝類 開一些就是 他幫我買的一些 嗯 亞馬遜買的 或者是說在 Pokemon Center專門店買的東西 我們首先呢 先看阿萱帶回來給我的 Omiyage 就是免費的贈品啦 那首先他帶給我的呢 是這個 我最愛吃的抹茶的 Chocolate GimmeChocolate 呵呵呵呵呵 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想講這個 GimmeChocolate 那另外一個呢 是這個 日本的抹茶粉 達利抹茶粉 這看起來就還不錯 雖然我不知道價格啦 希望他可以買便宜的就好 因為 我其實喝不太出來高級抹茶跟低階抹茶的差別在哪邊 我只知道他苦苦的好好喝 然後呢 第三個呢就是 這個 扇子 他這個是從 帶一手買回來的 日本的大創 不過我看到他那個 袋子上面呢 是畫貓貓的圖案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長怎樣吧 正面是長這樣 真的是貓貓耶 滿滿的貓貓 好可愛喔 真的很不錯耶 貓貓 超滿的 全部都是貓貓 太棒了吧 那接下來呢 是有一個 這個東西 這個 嗯 嗯 就是這樣看看就好了 因為他有點 C 這個不能開 這個不能開 這個是 某個地方的會場的場刊 這個不能開 那我們接下來就 開始先從 Pokemon Center 那個東西開始吧 首先呢 是這個 MiniQ 他是一個 MiniQ的 陶瓷的 筷子架 他很可愛 他整個都做工都很細 然後呢 他筷子要架在哪裡呢 我拿一支筆來示範一下 他的筷子呢 是架在他的尾巴上的 這樣架著 這樣架著 超可愛的 吃飯的時候 用是超棒的 或是說 在辦公的時候 也可以拿來放筆 就是這樣架著 超 cute 那另外一個 從 Pokemon Center 帶回來的東西呢 就是這個 噴火龍的 卡盒 因為大熊本身 有在收集卡片的習慣 就是玩一些遊戲卡啊 或者是一些收藏的卡片 像是 Kamenlider的卡片之類的 然後呢 就會很需要像這種卡盒類的東西 這個在日本呢 非常便宜 因為買回來台灣 畢竟商人要賺嘛 所以就是會稍微加一點點錢 那 如果有喜歡的話 我是覺得 Pokemon Center的卡盒 都非常容易缺貨 因為Pokemon自己 就有一些卡片的遊戲 他們在這一類型的 卡盒啊 卡套啊 或者是在一些 這些著墊的東西啊 都超快就搶完了 然後他這個卡盒呢 非常棒的地方是 他裡面還附贈兩塊隔板 超棒的隔板 就是非常可愛 就是完全符合 就是盒子外面主題的隔板 這個啊 非常值得收 像之前大熊也有收了 就是另外一個系列 就是這個 杰拉歐拉跟路卡利歐的卡盒 他這一次的是 玉山家的卡盒呢 都有做出來 這非常值得收藏喔 接下來的東西呢 就是 貴桑桑的貼紙系列 日本的防水貼好像都比 像台灣之類的貴 可是 不能說他比台灣貴 因為 台灣很多比較 沒有真實授權的 那 這個是 在日本就是 Pokemon Center 就是寶可夢中心 正式授權的 應該也不是正式授權 是他們自己家的正版商品 然後這一張呢 大概一張就大概 折合台幣 一塊一百塊的價值 這個是 鯉魚王 然後這個是 我最愛的 跟鬼 然後超可愛的 風速狗 這個都超棒的 一張就要一百塊 所以要買之前要三四一下 超貴啊 Pokemon還有什麼東西嗎 Pokemon好像開箱完了 對沒有錯 等一下呢 會有假命騎士系列的商品 那在開假命騎士系列的商品之前呢 另外再插入一個小東西 就是 他另外幫我賣的也是防水貼紙 這個是銀魂裡面的 伊莉莎法以及 凌春 都超可愛的 他很會找我要的東西 這貴到不行 他帶來給我的時候 我還想說 這個很貴 我確定要收嗎 可是他都買了 而且是我最愛的銀魂 我知道把它收回來了 那我們接下來來看 假面騎士吧 然後這一次特別的 有一個東西呢 是我們本來就已經在去 他去日本之前 我們就已經在看了一個商品 然後他是最近剛出來的商品 這個是 假面騎士的咬線器 Commelight 這個超Q的 這裡呢 是拿來就是 裝那個充電頭的地方 然後後面屁股 這裡呢 會有一條線穿出去 他這咬線器 把它裝上去就會變這樣 很可愛 就是他會用假面騎士T的方式 幫你的手機充電喔 因為有手機在排座 所以沒辦法插 然後另外一個呢 是電王 電王也是用假面騎士T幫你充電喔 那我這個就先不裝了 其實我的線上面 有超多這種咬線器 我買了超級多 我好喜歡咬線器系列的東西 然後阿萱他還有去一個特別的地方 幫我買了一個有趣的小東西回來 這個東西呢 是你就是要去那個 假面騎士的主題餐廳 就是關 他算官方餐廳嗎 應該是 因為那裡面所有商品呢 所有的餐點都是由 假面騎士造型的餐點 然後他就是有賣這個杯店 然後杯店呢 看起來就是影子 雖然可能看不太出來他是誰 不過呢 如果你認不出來 背面還有他們的標誌喔 這個是電王電波 然後這一個呢 這個他背面的是 Ghost 很可愛 可是這個我應該捨不得他來用啦 因為 不知道雖然他是塑膠的 可是我覺得好像用了 有點可惜 接下來就是阿 剛剛已經有介紹過這個卡盒 然後我忘記說要順便一起跟著介紹 因為想要順便連貼紙一起介紹 然後我們來介紹另外的東西就是 他幫我從Amazon帶回來的 這個是 那個 遊戲卡片的那個 壓克力的收納套 這個的好處呢 是 很多像台製的一些卡套啊 他裝上去以後啊 他會放不進去這個盒子裡面 他會沒辦法像這樣放進去 那這個卡套啊 是一定可以放得進去 而且他還蠻透的 我買了兩包 一包十一個 我就會把我喜歡的卡片全部都裝上去 是不是超美的啊 質感超棒 很厚 完全可以把裡面卡片的樣子全部展現出來 像這一張也是阿軒幫我去日本買的 Ghostor的經驗卡 這個卡套真的是超級可以把這個 找卡片的樣子啊 這個完美的呈現出來 所以這個非常推薦大家去買啊 我是從Amazon上面訂下來的 好像你如果去實體商店的話 你可能還要再找一下 可是Amazon的話就可以直接訂了 那雖然價格不會便宜到哪去 不過還不錯 那我們最後來預告一下 就是阿軒有幫我帶回來的 三支模型 對 三支模型 這個是未來會拿來開箱的三支模型 然後這三支呢 是 有點舊 有點老了 他算是幾年前的動畫 可是大熊呢 非常的愛 以後呢 會找個時間來開箱一下這幾支 他們呢就是 Tiger on the Bonnie 這個呢 之後再來介紹囉 呵呵呵 另外一盒呢 其實也是Tiger on the Bonnie 然後呢 這裡就有拆了一支 這個是第一代的Tiger on Bonnie 然後剛剛那個呢 是第二代的 以及特殊版 只要是Tiger on Bonnie的東西 我都一定會收藏啦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我在這邊呢 就不講出我這一次 叫他去代購的價格啦 進來是多少 大家去猜一下 不過呢 好像有破了一個很高的數字 那這裡就不能說 呵呵 呵呵 說出來就會被朋友知道 說我到底花了多少瘋狂的錢在那邊 呵呵 阿萱幫我從日本帶回來的 戰利品呢 就開箱到這邊 那之後呢 會有更多的開箱 然後以及大熊就是可能 日常啊 或者是跟阿萱啊 發生什麼事情啊 或者是有一些小桌遊之類的 我都會繼續開箱 然後繼續拍給大家看 然後感謝大家的支持 再次終於破50訂閱了 那我們繼續加油下去 繼續撐下去吧 如果喜歡大熊影片 請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以及分享出去 那有什麼想跟大熊說的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都會回你 因為現在幾乎沒什麼 他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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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